每日一字 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个孙字 孙字的国语注音是 斯温孙一生孙 孙一生孙 千万不可以念成餐字 孙是一个会议字 从细从实 它的本意据学者徐浩的解释是 孙细时也 古者细则俊昭善之余 古熟时曰孙 意思是 孙就是晚餐 古代的晚餐都是吃早餐所剩下来的东西 由于这些剩菜剩饭都是熟的 所以就把熟食叫做孙 如诗经未封伐谈 比君子息不宿孙息 是说 有品格的君子 是不会平白无故地享受人家的饮食 孙也是指用汤汁或者饭一起吃 又称作浇水饭 介绍了孙字 也应该把这一个雍字一并介绍一下 雍字的国语注音是 于翁雍 一生雍 雍也是指主熟的食物而言 如诗经 小雅 祈福 胡转于于序 有母之诗雍 是说 为什么置我于忧患之地 使我不能奉扬母亲 反而要母亲去做那劳苦的炊饭之事呢 不过 雍字虽然跟孙字一样 是指熟食而言 但是所指的却是早餐 因此在应用上 常常是雍孙定称 如孟子滕文公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雍孙而至 意思是说 古代贤民的国君 都是和民众一起耕种 自食其力 他一面在早晚烧菜煮饭 一面去处理国内的政事 而雍孙不济 则是比喻生活困苦 连早餐或是晚餐都没得吃 最后提醒您 孙字不可以把它念成餐字 而写的时候也要注意 是从细从食 有人不注意把它写成这个字 那就错了 今天的每日一字介绍到